为纪念七七抗战81周年 南加各界在蒙世二战纪念碑前 举行庄严隆重的纪念仪式 活动一开始有中华旗队入场 与会嘉宾在国歌声中 向二战中牺牲的中美将士献花致敬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兴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前加州众议员伍国庆 蒙世副市长陈赞兴 市议员梁乔汉 盛盖博士议员廖清禾 美国退伍军人 六二八峰会的退育老兵 以及全球代表 共同缅怀二战中中美军民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奋斗精神 大专校业会会长松华裔 在致辞中表示 七七事变让中华民族 展开了全面对日看战 牺牲了320多万官兵 2000多万平民 这是写的代价 才取得的看战胜利 对于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原谅 但不能忘记 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军的退伍军人 还有加上我们的中华旗队 在大专联合校友会主办 像桥界非常多的社团 一起共襄盛举 在这一年来纪念七七抗战的 81周年活动 我们对于过去的战争 所造成的人员的损伤 也许这种伤痛 我们可以原谅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本次活动还安排了四位小朋友 一同来放飞和平歌 表达人们反对战争 热爱自由 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 罗产鸡采访报道